省市通道一个建筑工地出现了多起资卡病例之后 多家机构同外籍客工展开紧密合作 设法遏制资卡病毒传播并提高居民的防范意识 新加坡建筑商工会星期三分发建议书 要求大约3000个会员采取措施防范蚊虫滋生 工会表示预计在接下来两个星期内会收到承包商的报告 外劳中心也担心资卡病毒会在社区扩散 从明天起外劳中心将展开宣传教育 包括分发使用四种语言的防吻小册子